LALA HAY LALA HAY 神秘人物 LALA HAY 谁在哪儿 宇宙护卫队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这又是谁 小一点 我知道了 是魔术师兮兮 没错就是她 哇 小一点 你真厉害 太神奇了 再来一次 通过扫描脚印 就能辨别出居民的身份 这个看下去很有趣 我也想玩 风宝 你来了 风宝 你不是获得那个什么什么大使的提名了吗 你准备好你的获奖感言了吗 是善良大使的提名 不过我觉得我不用准备 因为我肯定不会获这个奖的 为什么呀 你帮助过那么多森林居民 为什么不会得奖呢 因为有土屯太太包包在啊 我记得她是上一届年度善良大使啊 不只是上一届 是好几届 她在草原上盖了好多的房子 为很多草原居民提供了免费的住所 她真了不起 是啊 能和这么了不起的人物一起获得善良大使提名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觉得你还是得准备一下 万一获奖了呢 给你来个闪电风格的获奖感言怎么样 警报 警报 有任务 警报 警报 是河马端端 坐完我家里 突然可怕的黑影 还有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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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也是 这么多家出现情况 我们先从哪里开始调查呢 先去端端甲 别担心 我们这就来帮助你们 显示任务坐标 目标 端端甲 宇宙护卫队 出发 闪电 彩虹 风暴 出发 是 风暴击车 彩虹击车 闪电击车 准备降落 是 吓唷 吓唷 呃 吓唷 吓唷 大家看到那个黑影 长什么样子了吗 呃 当时我真的吓坏了 没看到他的脸 当时太黑了 我也只看到了一个影子 你留进别人家的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别担心 我们一定会帮助大家 尽快抓到那个 鬼鬼祟祟的家伙 快来快来 看 脚印 看起来很新 应该是那个黑影留下的 那咱们就有办法 确认她的身份了 小雨点 起用体针扫描芯片 终端分析出的结果是 包包太太 她不是那个善良大使吗 不可能 彩虹 会不会是你弄错了 毕竟只有一个脚印 也可能不是那么准确 所以 所以大家 还能提供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她有一对尖尖的耳朵 好像还有个尖尾巴 好像还有个又长又远的鼻子 好像就是她 小一点 这不还是包包太太吗 不可能 包包太太那么善良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彩虹 会不会是弄错了 风霸 我知道你很钦佩包包太太 可综合所有的线索显示 这包包太太的概率 是百分之九十五 我想 咱们需要找到更多的线索 我认为包包太太是清白的 出发 是 神殿 你去森林 彩虹 你去兔村 是 特别人 我认为了 你们去试图 我们去试图 我们去试图 我认为了 还剩最后一壶 但愿会发现线索 年度善良大使奖杯 包包太太的奖杯 怎么会在这儿 谁 尖耳朵长鼻子 别跑 闪电 彩虹 发现神秘人 需要支援 高大 站住 你到底是谁 快找风光了 东方 窝口正在塌塌 里面很危险 不要进去 不行 我一定要进去找到他 证明他不是包包太太 我把奖杯放在洞口了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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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带 通报 我扫描了洞穴结构 目标在中央缝隙 我们在前方出口等你 好 收到 别跑 站住 别跑 危险 封报力量 你到底是谁 宝宝太太 你为什么要晚上闯到别人家里去呢 我只是想找回我的东西 在别人家找自己的东西 这太不科学了 你到底想找什么 找那个善良大使的奖杯 马上就要重新评选了 奖杯必须要交还给评委会 可你的奖杯怎么会在别人家里呢 我这 原来是这样 风暴 闪电 你们看 土屯的挖掘速度很快 能迅速地建好房屋 可他们又很健忘 常常忘记了之前的房子盖在了哪里 所以又会在其他地方 改一座新房子 这些空房子 后来就成了草原居民的家 我想 宝宝太太是把奖杯落在了旧房子里 可她的房子实在太多了 她自己也不记得到底丢在哪儿了 其实我就是一个记性不好的糊涂家伙 所以你才挨家挨户地去找你的奖杯 结果反倒吓到了大家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不该闯进别人的家里 还惹出了这么多麻烦 对不起 我没有资格获得善良大使的称号 我决定退出 聘选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宝宝太太 请等一下 尊敬的草原居民们 虽然包包太太是因为健忘 才造了那么多房子 可她健忘的结果 却实实在在地造福了大家 所以 我认为年度善良大使称号 包包太太当之无愧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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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 CONCENT 木标 监柱 穿构 放松 和 太不好 建立 大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